孙芸芸穿着白色短裤秀出超长眉腿 但这张照片的重点是她的宝贝狗狗被装在包包里 只露出一个脸模样超级可爱 但仔细看看这个包包竟然是桃红色的薄金包 这张照片一po上微薄就立刻被网友说是在炫富 但其实孙芸芸被炮轰已经不是第一次 上个月孙芸芸也因为这张照片被批评 照片里面的孙芸芸坐在五颜六色的鞋柜前面 好像正在苦恼应该要穿哪双鞋比较好 因为鞋柜上面不论红的绿的还是黄的 什么颜色都是名牌货 还被封为梦幻鞋柜 现在这张薄金包装狗狗的照片也被网友批评炫富 但还是有人支持孙芸芸 为她护航说批评她的人都是酸葡萄心理 孙芸芸在微博PO出这张照片说 准备要去忙别的事情就被跟屁虫缠住了 虽然交点是放在可爱的跟屁虫狗狗 但网友显然更在意桃红色的薄金包 小伙计划黄春景马日成在台北报道